今天是行动管制令的第26天 不知不觉中,我Wall from Home也将近一个月了 一开始的时候很不习惯,因为见不到同事 不能够面对面的和同事讨论工作,这确实是一项挑战 之前,我对Wall from Home的感觉是 可以在轻松自在的环境下,更有效率的把手上的工作做完 可是在这一次的体验后,我发现 其实,比到office工作还要更累 所以,我天天祈祷,希望MCO快点结束 让我们的生活变回跟从前一样 这就是我对Wall from Home的体验 在行动管制令的第2个星期,我们成立Rescue Committee 我们都知道,这一次的疫情带给大家的冲击很大 特别是SME 所以,我们希望通过Telegram让顾客得到最新的消息 政府推出的福利,特别是解决最棘手的现金流问题 在这时候,我们的Josco变得很不一样 也让很多企业面临了巨大的危机 但是,撇开这些不好的影响,我觉得感恩 因为它让我们有时间和机会学习 让我们有机会学会改变 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在一起 也让我们的地球有机会传一传气 这些都是宝贵的体验 最后,我想说声谢谢 感谢我的同事们无私的付出 大家都把工作做得很好 感谢我的Management Team 在这时候分担了我很多的工作 感谢Miss Steele带领我们和给大家鼓励 也感谢Mr.Cole 每天都带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惊喜来突破自己 让我们在这段时间不觉得孤单寂寞 马来西亚,加油!